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仿佛按时打卡的上班族一样 我已经将这种行为当作例行公事 就像操作生产线机械一样 简单的按下按钮 工作就完成了 还有三分钟哦 开始了 你最多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不后悔 就这样吗 嗯 电视机前的民众会很失望吧 没能听到杀人分惨痛的自白 我按下按钮 如意迅速地透过机器输入到死球体内 机器上的少年微微颤抖了一下 像是接受到微弱的电击 然后闭上眼睛 我站在机器旁 确认心跳跟脉搏 然后将摆布盖在死球脸上 直播结束了 不管蓄意杀人或过失致死 一样都是死刑 而且必须在定罪三日后马上执行 后来电视台决定跟政府合作 开设一个直播节目 在注射独异前 让死球面对镜头 五分钟的自白机会 能在全国观众面前忏悔 每当到了死刑执行的阶段 每家每部都打开电视 电视台也靠那个时段的广告大钻一笔 死刑已经成为民众的廉价娱乐 既然要执行死刑 就需要筷子手 工作内容只需按下一颗按钮 上集说 我是表现得最冷静 最没有情绪的一位 的确 我每次按下按钮就像在玩一个游戏 按下按钮 好 你死了 再见 现在这个社会合法杀人的只剩下警察的防卫行为 以及我这个筷子手 今天辛苦了 没有啦 大家不想做的事情 还是要有人做 只是这样而已 好啦 我们都很感激你 等一下要不要跟大家一起去吃个饭 不用了 我有老婆在等我回去 唉 有老婆真好 也好啦 那快回去吧 组长 今天那个死球 我知道他杀了自己父亲 详细内容你清楚吗 嗯 你怎么这么问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很在意而已 他父亲好像对他母亲跟妹妹有暴力行为 到底是怎样 不是很清楚 报纸上只提到他杀了人 杀人 只要有杀人这两个字 群众就开心了 因为又有直播可以看了 至于背后的故事 他们根本不想管 我回忆着少年说出那四个字的表情 那是真正无悔的表情 到家后 只看到满桌的饭菜 却没看到妻子 我在餐桌上看到了一张纸条 妻子说她忘记买下酒菜 所以出门去了 每天饭后跟妻子一边看电视 一边喝啤酒配下酒菜 是我筷子手人生中最贴近常人的一面 在我冰冷的工作中 只有妻子能给我人类的温暖 我决定等妻子回来后再一起用餐 喂 等来的不是妻子的声音 犯人的供词 是这样的 在电视上看到直播 觉得这种死法好像很舒服 而且不会感到疼痛 所以想要试试看 她灌了好几瓶酒撞赶后 开车上街 决定撞死第一 喊恼的目死 万分之一未报单的几率 就这样碰上了 法官马上判决死刑 三天后执行 我哭了 妻子的死 可以说是剥离了我生活在世上唯一的信念 是你老婆吗 真是抱歉 反正我都要死了 就原谅我吧 原谅你吗 在行刑当天 组长问我要不要换人来按按钮 我果断的拒绝了 跟往常一样 穿上白衣 戴上口罩跟帽子 走入行刑室 跟完成工作的特警们擦肩而过 接着把门翻锁了 太好了 可以平安的死掉 快点吧 对哦 现在还有直播 哇 太好了 我红了 我终于红了 你不是那个倒霉鬼的老公吗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舒服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快啊 你要干嘛 别过来 在哪里啊快点 我仿佛可以听到组长他们的角度声 但没用 我早把对用钥匙带进来了 我要在全国观众面前将它切成碎片 让他们看见杀人背后的残忍真相 这幅画面 成为了全国观众的噩梦 善用刀子将犯人分尸 非法 属续易杀人 判定死刑 三天后马上执行 可以 开始啊 你最多15分钟死眼 是没听过的声音 毕竟是隔了15年之后 才换了一个人来按下按钮 但我不后悔 就算时间可以倒转过去 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都会杀了他 不 死刑不应该如此廉价的 不该是按个按钮或扣个扳机就结束了 真正的人渣 就应该让他们尝到痛苦 她不变成了 想起咱们 愿重 甚至 是 甚至 这